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在被反超两分的原因 好球 之前把比分领先那么多时候的那种灵活的穿针引线了 就是全落阵地 尤其是山西队能够打出成功率 快速的回防 增令系李静宇和行着强 好球 墨泰这次右手把球勾中 墨泰在等队友 唯有给空切的 好球 今天已经拿了小二分了 墨泰 右手勾漂亮 比扑出来 非常卖命 当然那会儿投的也没这么好 当然三分线的长短也不一样 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 怎么来做这样的防守 手怎么交代 躯干怎么交代 分给张俊鹏看看张三丰的 没见墨泰 古兰 关键时刻出现在了关键的地点 2.9秒 李静宇 被电宇航盖掉 儿时的好伙伴 曾经亲密的队友 现在依然是好朋友的电宇航和李静宇 电宇航毫不留情面 最后用自己的42分的表现 最后准绝杀 以及盖掉了自己曾经的队友